有人说,王一博说自己不搞笑和他实际上很搞笑没有一毛钱关系,就是每次都是一本正经的搞笑,还能撑住不笑场,真的很神奇,就拿王爷爷来说,一出场我就发现跟别人不一样,仔细一看,原来他是顺拐的,好憨啊。 虽然这动作前后都有locking加成,但是幼儿园汇报演出姿势还是很标准的。 这段表演被保护卢西过去,也太像了吧,这儿发现一个单腿蹦得憨憨,没明白为什么蹦,还有火娃喷火时,别人烤串他烤火,锤字舞重现江湖,我不相信这不是王爷爷的主意。 这里被拖走的时候没忍住笑场了,身体做着挣扎的姿势,脸上却在哈哈大笑,这里配合队员的动作更具有喜剧效果,因为已经是台上台下全场失控的状态了,这里似乎还在用力挣扎。 抓住了一根棍子,代表一线生机,实际上,台上台下已经笑作一团了,好笑的是,爷爷被抢走了,葫芦娃们眼睁睁在一边看着,也不去抢。 更好笑的是,王爷爷演得太像了,而且被扛走得太容易了,以至于猫头们各个跃跃欲试,都想当妖精了。 一博居然演的是这个爷爷。 最可气的是,明明占了便宜,还显得特别无辜。 昨天的火锅局又拆了几座台,补了一把刀。 现在有经验的,但没机会了,但没机会了。 在脖子上,在脖子后面,在脖子后面。 然后写的就是,我拿着蘑菇是吗? 对,我写的是,香菜在你手里。 对,你应该是反的。 我选蘑菇,你把香菜给我。 以后王一博再说,自己不是豆比,我跟他急。 我会在哪里。 你我不会在哪里。 你又不得,我什么儿子,我会在哪里。 你先不客气汤。 我升到你。 好